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横尾阔到底是个中国通 只从小张卫说完的半句话中 便推测出武器埋藏的地点就近在咫尺 立刻大肆搜查 其实武器就埋藏在谭镇等人所处的牢房内 因为信方拒不合作 向海音只能向其施加催眠术 套出了他与瓦格纳接头的时间地点 鬼子开始搜查谭镇等人的牢房 谭厂长集中生智 用计保住了武器不被发现 腾山召集工人们在洞口集合 鬼子用枪抵着孔元的脑袋 威胁大家说出武器的下落 就在谭厂长要说出机密时 埋伏在暗处的陆达 严学武一枪击毙挟持孔元的小兵 腾山立刻收押众人向横尾阔汇报 横尾阔不打算再暴露 他派腾山去接应瓦格纳 纯粹的金钱关系 没有交情 经过今天的挑拨利剑 瓦格纳对横尾阔很是不满 挑拨利剑是你的强项 你一定要好好地利用它 什么意思 因为离剑技是三十六级的一种 一般男人都用好 好吧 这个瓦格纳 可能是看好莱坞的电影太多了 老愿意学什么好莱坞的明星派头 横尾阔对此非常不满意 这么大的一个巷子你在凤凰坡为什么不检查 他以为他无价格业 宿主漂泊 因此随先收贷行李多业 我觉得已在清理之内 鼓舞为作检查 您觉得箱子有问题吗 我说的不是箱子 我说的是你的态度 如果当时你检查了箱子 今天就不至于浪费这么多时间在箱子上 是 将军 车上中转狂飞行 不总让它开山实际 无疑点 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你不觉得奇怪吗 怪你 阿姨 是这样 尽量加大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从现在翻译的角度来讲呢 你翻译十句 十句一定要准确 全部都是准确 那我还挑拨什么礼尖呀 你想啊 他们两个人都是绝顶聪明的 如果你翻译的不准确 一定会露出破绽 只有现在翻译准确了 才能在以后的翻译中做手脚 明白了 先取得他们的信任 不过我今天已经做了不少手脚了 知道为什么瓦格纳也怀疑他那只箱子吗 否 他怀疑他是间谍 他怀疑他是间谍 他是美机关找来的人 怎么会是间谍 他就是间谍 他是间谍 怎么办呢 从他古怪的行为来看 他必是无疑 对了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量地拖延时间 争取在逃跑以前 不让他们做人体实验 还有的就是 尽快要找到孔元 还有其他兵工厂人员的位置 我在这儿不是办法 要尽快地跟他们联系上 刚才去横尾阔的办公室 我观察了一下 这个煽动界被森严 戒备森严可能是好的事情 怎么会是好事呢 那我去磨掉他 为何 他是美机关派来监视我的间谍 美机关为何要派来监视将军 习官 习官 人往往屈从于习官 美机关神通光大 当时我请美机关无所翻译 我恰恰忘记了 谍报机关请来的翻译必是间谍 还好 他毕竟是我们的人 他主要是来监控瓦格纳 他们戒备森严主要是对 洞外的两个八路军战士 还有洞内兵工厂里的人 其实对自己的人呢 并不怎么注意 洞里洞外 我想大约应该有一千多名日本兵 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怎么熟悉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能给我弄一套衣服的话 我就很能冒充他们 我就想办法 您肯定踏实咱们自己去间谍 非中国方面或苏联方面去间谍 我对我们的情报机关深信不疑 但是也许有漏网之语 不管他 新方小姐严加监视 阿姨 一天了 你先吃点东西吧 肉干 你从哪弄呢 我买到 女人总会重视一些被男人忽略的事情 这算是三十六计吗 多亏你这个肉干 其实呢 吃是最不应该忽略的 可我却忽略了 你先吃吧 我到外面去转一转 水壶是最好的道具 如果你找不到水房的话 你可以在山洞里多转转 明白吗 форм机器 那么让你评众 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谁 不想要想要想到 在山洞里呢 您好 但是我们有什么问题 咱俩一直都是在山洞里 一般的电影 不是 我改了 所以当我担当机器 以周围稳定 全都稳定 稳定了 不见得吧 大局一定 一定要小心 是 报告 进来 将军 警局有大熟火 我发现巴鲁一鸣 抓到了吗 他自杀了 我把尸首带回来了 带我去 是 对 是 请 什么情况 蓝水房离这儿不远 我假装迷路 四处去转悠 没想到碰到了保罗 就是瓦格纳那个保镖 他也迷路了 他是这么说的 手上也拿着一个水壶 看来拿水壶当道具的人 不仅仅是你一个 那万一他是真的迷路了呢 他不会迷路 只有你会迷路 为什么呀 因为男人的方向感 要比女人强 到了一个生疏的地方 如果他迷路的话 他一定会向别人求助的 他既然没有求助 跟你一样到处溜达 说明他跟你有一个 同样的目的 来摸清这里的情况 他是保镖 摸清这里的情况 也是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啊 也许是这样吧 但愿是我多想了 程山君 你觉得这里还安全吗 发愕 发愕 外边那两个人进来 是要干什么呢 会否是刺探地形 不会 他们比我们还了解胡同山 如果要是刺探的话 应该刺探我们的活力不防 但是两个人能解决什么呀 孙子 需要多留 明天正转一出 皆无所动心 但愿如此吧 我后来还碰到了很委阔 他怎么了 他跟腾山在一起 走得很急 这个 是我刚才观察到的一部分的地形 他房间什么样 他的房间非常整齐 有一部分的中式家具 有很多书架 上面摆满了书 书 什么书 周易 孙子兵法 论语 反正 书都是好书 做的都是坏事 蛮宁 是啊 看来 他跟大部分人一样 把好书 都读成谋略论 还有厚黑学了 不得要领 武器的事还没有眉目吗 如果 将军 就此事 在下上进一言 讲 我认为 宁国有任职业 出出的消息 寄托出古巴人 帮顿读的 便不能知道 跟他们毛猪老鼠般 舟船 好苦来在 作为 陈山君 一件事 只重结果 不看重过程 这件事情 也是展示的 军事占领 也不会长久 在中国的土地上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动用武力的话 永远也征服不了这个国家 上帝 赋予我们头脑 要学会使用的 我认为不使用暴力 难以弹出武器杀毒 我倒不这么认为 冰工厂的人 现在关押在几个房间 二个 把他们的划明册给我拿来 是 那你跟我讲讲要领呗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书 你让我在这种情况下 给你说要领 伟大的孔老师 你一定可以的 你如果不告诉我一个大概棋 我怎么面对他们呀 好 那我用数学的排除法 把每一本书 给你排除到最后一个字 这一个字就是这一本书的精华 周易呢 排到最后是一个易字 易就是变 宇宙万物都是变化的 变就是唯一的不变 不变则死 那孙子兵法呢 孙子兵法排到最后是一个五字 五就是直格 直格就是放下兵器的意思 这么说来 那孙武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他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他如果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他就不会写孙子兵法了 他不是放下自己的武器 而是放下别人的武器 直对方的格 论语呢 论语是一个人 得了 我知道了 就是仁义 也不是 你看人 是由两个人组成 说明这是一部 人和人交往的书 也可以说成是人际关系之书 其实这三本书呢 都有它的正面价值 你看 周易是豁达 孙武是辩证 孔子是通透 但是这个横尾阔 得到的都是负面的价值 那他 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学周易 可以让他发疯 学孙子兵法呢 可以让他好武 学论语呢 可以让他伪善 那合起来就是 一个好武的疯子 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 他啰嗦了 按照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一个 有严重心理疾病的病人 小一点声 咱们抓紧时间休息吧 你别睡床底下了 这么晚了 不会有人来的 不行 肥肠之地 必须存有肥肠之心 我肯定想要准备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长长 姚东说我们就得尽早 免得夜长梦多 是啊 我是在想啊 怎么样才能给他们造成最大的伤亡 早晨出去的时候 我观察了一下 他们的长官住在洞里 士兵睡在外边的兵营里 我们至少可以炸他们个 穷龙无首 这个山洞里边是非常牢固 我们有十分的把握 如果能把这个横尾阔 调到这个车间的上面 保证炸死他 厂长 我倒是有个办法 我们假装弄势 等他们进来 安抚我们的时候 点火送他们上天 可以 明天见机相思 嗯 孔芳 什么事 没事 快言 什么事 没事 我害怕 我害怕 我也是 可是有你在 那我就不怕了 一左 二右 三前 四后 过去 过去 让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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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不要过去 不要过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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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箱子明明不是黄花梨的 你说 杭北扣为什么要报我原谎啊 一 他不懂装懂 这个可能性呢是很小的 二 他替你撒谎 其实是为了敷衍网的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今天他还会来质问你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地应对 无论如何 我现在还没有暴露 他们最多也是怀疑我 我就随机应变呗 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露出破绽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现在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摸清山洞的位置 比如像配电视 还有电报室 这些地方都很关键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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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什么名字呢 姨妹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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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 向右 出发 兄弟 带上枪吧 不要 我这里就行 好 你干啥 兄弟 还是带上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打鬼子你行 打狗你不如我 你快点放开 我拦你去走 行了 你手榴弹记得帮我晒啊 我知道 大阳 你必须得回来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这儿的啊 行 你放心 手榴弹我一定替你晒啊 你把你打开 我看你了 对 你跳过去吧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所需要的所有设备我都给你准备好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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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健康 没问题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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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自处走走吗 我可以自处走走吗 我可以自处走走 当然可以了 在你走之前 我想和你单独地聊一聊 好吗 将军有事找我 如果你方便的话 可以到我的办公室 来品尝一下咖啡 在这个地方 还能喝到咖啡 实在是它 我这里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东西 希望你能慢慢地欣赏 好 请 请 请 我要喝咖啡 请 将军不喝咖啡吗 我喜欢喝绿茶 喜欢听音乐吗 随便 这是周璇小姐的四季歌 《马路天使的杀曲》 等过几天有机会的话 我也请小姐 观看这部电影 我有放映机 还收藏了许多拷贝 谢谢 喜欢这首歌吗 将军来找我 不会只是聊音乐吧 当然不是 我们还要聊一聊 其他的事情 他替你撒谎 其实是为了服援马克达 今天他还会再质问 所以 你一定要小心地应对 你 你还要认识吗 你骗得过瓦格纳 骗不过我 什么意思啊 你的箱子不是黄花梨的 而是普通的红木 何以见得 我东京的家里边 就一把黄花梨的椅子 我坐了十年 是不是黄花梨的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昨天你在撒谎 我说 如果是真的 按现在的市场价格 应该在 十万美元左右 如果是真的 他问人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的 你忍分 你忍 roasting 你忍费 你 Should always be the perfect 王先生 既然将军认为我当时撒了谎 那为什么不揭穿我呢 你说 我怎么知道 答案应该在你那里 如果答案不在你那里的话 你不应该坐在这里 而是应该沉到太岁湖里 将军现在的话很不友善 我想知道答案 如果我得不到答案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喝咖啡 还是沉到湖里为雨 当然了 我不希望是后者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我得不到答案的话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四季哥的冬季 你恐怕听不到 华格纳的翻译呢 是日本特务机关 梅机关选派的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不外乎有三种可等 一 梅机关自己的间谍 用来监视瓦格纳和横卫阔 二 军统的间谍为军统服务 三 苏联远东的间谍 非之君 被机关 顾 禁为 nurse 习客站 鲤东撒 着急 听过 响 穿 轻 游 你 你 江心猜得没错 我是为梅机关工作 军部不信任我吗 以我的级别 无法知道军部对将军的意图 就像那只军犬一样 我是鼻子 手和腿 不是他呢 那你就说说你的鼻子 你的手 你的腿想干什么 我能不说吗 似乎不可以 战争打到现在人人都要自跑 你把你的计划说出来 我不会难为你 我也不会向没机关透露 我只是想摸清楚我现在的处境 希望你能成全我的安全感 我也会尽力成全你的任务 希望将军说到做到 我言出必行 一想如此 我的任务就是 监视瓦格纳 看来是什么都瞒不过将军啊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 查清神经性气体的研发过程 生产规模 深层规模 还有气体去向 相信将军已经知道了 全世界都在关注化学武器的使用 都想得到日本方面制造化学武器的证据 据我所知 一旦神经性气体研发成功之后 它的威力更大 隐蔽性更强 所以军部方面担心 一旦研发成功之后 会遭到滥用或者泄漏 所以需要严加控制 看来军部 还是不信念我们 军部不相信任何人 黄卫阔将军 在中国战场上 没有军部的命令 就擅自攻击 或者是扩大攻击规模的事情 还少了 赢左将军身体怎么样 有三点你一定要记住 一 梅机关的负责人 是日军少将赢左真招 二 他是横委阔 日本陆军大学三十五期的 同班同学 三 赢左真招 关有肺结核 不好 为什么 他的肺结核 一直在折磨他 将军 我能出去透口气吗 还不行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大箱子 怎么解释 我原本的任务就是 不暴露身份 当我出去的时候 可以带一些 神经性气体 怎么带 当然需要工具了 做什么 梅机关以及属下的七十六号 对沈兄犯人非常疼痛 需要一些 对付他们 我可以出去走走了吗 可以 我可以私下走走吗 当然可以 但是别出警戒线 出了警戒线 黄军保护不了你 谢谢 用不换个房移 用不换个房移 来不及了 毕竟他也是我们这边的人 只是军部 不信任我吧 军部 为何坚信你 指引烧 宣断有谁听啊 不想停止 是 我曾经给军部递交过一份 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 比山本五十六军的 偷袭珍珠港的计划 我还要大胆 我的计划是停止进攻 制造出有毒气之后 发动大规模的闪电站 一劳用意 我认为 如果不发动 大规模的毒气闪电站 我们只能 撑三年 是 日本道就是 另一个胡同山 盘踞刻意 扩张刻拿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杀手锏 神经性毒气 就是我们最近的杀手锏 等 神经性气体 研究完整之后 马肯拿和新凡 怎么处理 是 是 秋山君 我々は八路の匂いもないんだぞ 何を頼りに探す 池捕りにしろという命令を出します 奴らは生きている限り 逃げることは無理です しかし 山の中には他にもたくさん 生き物がいる 皆姫の仲間です 仲間には興味がない ああ そうか 完美 台湾 嚣 行 离 离 目標発見 敵がいる 行け 敵がいる 在这里有什么烟熟的地方 在近的地方 捜索继继续 行 是 你把你弄壞了嗎 把你拿到不住 你不住 去吧 好 好 敵艾銀要持ってたい そうか 行け 追 追 好 明山君 見ろ 敵はやはり銃を持っていない 姫に奴らを襲わせるんだ おい 行け 行け 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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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说 什么人 中国人 为什么被日本狗追啊 他娘子 被日本狗追的有坏人吗 走 跟我走 好啊 你怎么跑 你应该也跑不过狗屁子 你要干什么 再把恶狗变成死狗 大哥 那咱也得躲起来 万一你插不着他呢 你躲起来狗对着谁扑啊 我告诉你啊 这狗但凡看着前面没人 他没准能躲过那些钱财 但凡有人 狗什么都不过 一下就对着那人 那他就蹭一下 看 过来 来 蹲下 走 小狗 我个人的 好 先准备 走 行了 飞起来吧 好 去哪儿 肥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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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姫 姫 姫が死んでしまった 今回の戦闘で何人が死んだか 犬一匹が何だ 我々のため死ぬのは 我々軍人の義務だ 隊長 早く追いましょう 犬を連れては遠くへ行けません 行け 姫 姫 快点啊 不行了 這狗太重了 等会儿等会儿 好好好 我可算能歇会儿的 快点 上去 上去 上哪儿去 上樹 大哥 这上去让小鬼子发现 反而死定了 我告诉你站这儿肯定是死 你知道吗 快点 我没爬过树 你快点上樹 我就会潜水 你不上是吧 阿湘 你不上我上 我上 我上 上 我上 快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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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姫 姫 姫 早 待' 秋山君 怪我了吗 不 那些人都在上 回来! 我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对了 今天你帮我弄一套日本军府 如果我要不离开的话 那被发现的概率应该在 百分之九十以上 好 我去想办法 保证完成任务 知道怎么拿了 随机应变呗 这种事情不能随机应变 你看 今天的阳光不错 我想 会有很多人出来晾晒衣服 按照洞里洞外 一千两百名日军来计算 今天会有百分之十的人 出来晾晒衣服 也就是说 将有一百二十套衣服 将被拿出来晾晒 那你是让我去偷 不是去偷 要去拿 像自己的衣服 把衣服拿回来 但你要记住了 一定要拿 跟我身材差不多的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真的不能拿出来 要是 你真的不能拿来 快点 你 说 来 知道在山里静衣服 有几种方式吗 在山里静衣服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挂在静衣绳上 还有一种是 搭在灌木丛 或者是树枝上 或者是随手可搭的地方 你一定要记住了 挂在靓衣绳上的衣服 跟我身材再合适 你也不要去拿 为什么呀 因为这种人心很细 很爱干净 很在乎自己的衣服 如果他的衣服要丢了 他翻天覆地 都要把它找出来 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说法 那就算挂在灌木丛上 或者是随手可见的地方 那些人 也未必是老大粗啊 还有啊 你去拿衣服之前呢 要从山洞到军营 至少要走上三趟 因为你是一个女的 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如果你多走几趟的话 别人会认为 你是去办自己的事情 就不会太注意 当你走第四趟的时候 你就要把衣服 紧紧地搂在怀里 好像那个衣服 是你洗的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是军人呀 我知道 刚才我跟你说过 常见则不宜 他们只会注意到你的性别 而不会注意到你的身份 我觉得这还是太冒险了 还是偷比较好 偷是一种特殊的行为 在你没有偷之前 你就会被人盯上 你要记住 因在阳之内 不在阳之对 你说百话文行吗 意思就是说 任何秘密的行动 都隐藏在公开的活动上面 而不是跟公开的活动作对 不在阳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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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那刺刀挺有意思 我这不是刺刀 那啥呀 吴钩 吴钩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 没听过 没有 啥意思 自己悟吧 您好 需要帮忙吗 您好 我是家地记者田边勇 您是新来的范姨 新芳小姐吧 是 新辉 我还想找你去采访呢 采访我什么呀 我有个相应系列 叫国内受欢迎 叫江地俘虏 我把俘虏的经线状态 阶段性地改善出来 就能看到俘虏表情 从昂阳到萧群的表情去选 我很喜欢摄影 能带着我一块去拍照片吗 当然可以 跟我来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等一会儿啊 小张取火 小张取好的火 我拿到了火头 你们就带着人啊 冲击这个大门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一定要把事态闹大 把事态闹大 很为苦就会过来 等他过来了 我就天赞信息 这边请 还是我帮你拿吧 谢谢 我再道 appeal 五位 六位 公 consciously 始终品 船长 什么情况 想给我们拍照 等我们送他们上西天的时候 看谁给他们拍照片 怎么出来个女人呢 日本女记者 不像 不像日本女人 我觉得她像个村官女人 喂 以下的所有人抬起头来 看我的相机 看这里 厂长 想命令吧 这是个好机会 是 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冒出了个中国女人 我觉得有点蹊跷 新房小姐 你看到了吧 这些人很自卑 他们都不敢抬头 新房小姐 其实这些俯虏 上当了 因为我知道 我叫他们抬头 他们一定抬头 我叫他们抬头 他们一定抬头 所以我故意烦着说 这样 就能拍到我想要的照片了 该撒地方了 我凑到要命 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是上海人 所以一着急 我就说了上海话 我刚才的意思是 这个地方 实在是太糟糕了 真脏 我也一样 我一着急 就会说日语 难搞喽啊 你目到脚里了 我对于您办哪理系啊 你们当记者的真辛苦 还要跑上跑下的 谢谢杰德 这是个啥你们这是 长长 先动吧 长长 他 他说什么 他说得是啥话 我听得懂 要我们不要操作过急 轻举妄动 未免在研究我们 真的 好像是自己的 会不会是 敌人时的诡计啊 情况可能有变 等等再说吧 走 你干啥呢 下来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也没说你是干啥的 我凭什么不要告诉你 我是干啥的 那你先说呗 你下不下来 那底下是啥地方 好地方 大把手 快点快点 你不接着我走下来来来 给我给我给我 来 来 好極了 放开我 我把手放下来 我把手放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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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边君 我原来有一个摄影老师 交给我一个摄影口诀 我还不知道对不对 摄影还有什么口诀 我的老师是这么告诉我的 一左 二右 三前四后 你听说过吗 这是什么口诀 也许是构图关系吧 现在呀 到处都是什么口诀秘诀 要想摆好照片 就得靠踏踏实实念 你说得对 但是我这位老师和他的弟弟 一直是利用这个口诀 获得了成功 骗人的话不要相信 以后我可以慢慢教你 谢谢天边君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孔容让梨 当然了 我听别人说过 三十斤中有龙四岁 能让你解一局 这跟摄影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只是说 孔容让梨的那种梨 在这里有的卖 你教我摄影 我给你买梨齿 你笑什么 新方小姐说话 还真的 可能 我是翻译的关系吧 老实怕 没把话说清楚 好 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我 changes 因为 堯定 凯定 您 这下边到底啥地方啊 伍牧 你看 我 我说对了吧 你就是阎王爷派来的小鬼 你是不是傻呀你 我给你 咱各走各的 各干各的 等会儿 你都看见我老窝在哪儿了 你都能走啊 那你还怎么着 我给你两条路 要么跟我进去 要么把命留这儿 兄弟 你不一定打得过我 看见没 我属一个是我啊 我这飞过去插穿你喉管 打把手 你不把狗弄下去 我怎么下呀 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新房小姐 我得回去重启交聘 下次再聊吧 这次多谢你的帮助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